煤菜三层肉 准备材料 煤菜两大颗 三层肉一条 辣椒干少许 蒜米7-8瓣 姜一小块 小葱头4-5粒 焖花生罐头一罐 冰糖适量 黑酱油适量 绍兴酒适量 煤菜洗干净浸泡一会儿再切断 干锅倒入泡过的梅菜 炒干里面的水分备用 梅菜我是买甜的 因为咸的有股味道我不太喜欢 另一锅开火倒油 等油热了就可以放姜片下去炒 姜片炒出香气就可以倒小葱头和蒜米去炒香 加入适量的辣椒干一起爆香 加入适量的辣椒干一起爆香 倒入切块的三层肉 倒入切块的三层肉 猪肉表层稍微有点焦黄就可以加一盖的绍兴酒去腥 加入适量的黑酱油炒香 加入适量的黑酱油炒香 倒可以盖过三层肉的热水去煮 水滚了就可以转中小火盖盖子煮 煮至猪肉 煮至猪肉可以用筷子穿过就可以加入罐头花生 把已经炒干水分的梅菜加进去煮 炒干的梅菜不仅香还特能吸收汤汁 所以水一定要够多哟 加入聚会 焦点后 差点 如果家里没有冰糖的话可以用砂糖代替 再盖盖子继续煮30分钟左右 每隔10分钟要去翻拌一次 如果水不够了可以加水 ?